- 伯恩日前拍攝影片 期間給一名自稱是退役飛官的 外送員5萬元小費 然事後空軍卻表示查無此人 他也緊急下架影片 遭到不少網友質疑造假 有網友發文表示 那為外送員是為了有故事才選擇說謊的嗎? 是不是早就say好的劇情 調出伯恩本人回應稱 明明說謊的是別人 被騙的是他 但他的誠信卻要被質疑 伯恩強調全公司都沒有造假 無奈表示抹黑不需要成本 但澄清的人把證據全部拿出來後 依然不被相信 YouTuber日777也替他還家 強調自己認識伯恩公司所有人 這真的是一場誤會 伯恩也是受害者 大家得知消息也很崩潰 希望網友別再怪罪他們 所有伯恩崩潰發文 認為自己過去的確做錯事 如今努力想要改變負面形象 但全世界都認定他是壞人 所有任何善事都是有目的的 讓他感到很難過 跟直呼自己需要幫助 並來不少粉絲直呼心疼